成为一个在世贵人和爱情人的 小朋友在妙龙法师指导下 学习怀抱慈悲心 美国达拉斯讲堂儿童萨丽营 以后首次回归 由佛光青年规划一系列课程 带领小菩萨快乐学习 剪影典礼展现新学会的舞蹈 即便只有短短三天 但学员之间已经默契十足 展现课程当中所扎根的学习成果 也期盼孩子未来在离开道场之后 也要不忘所学 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实践在生活当中传递到社会角落 人间新闻美国达拉斯综合报导